欢迎收看独立特派员 我是徐家章 90年前在中国发生的五四运动 强调以德先生和赛先生 也就是民主和科学来改造社会 当年的科学教育是为了要破除迷信 跟上文明的潮流 但现在的科学教育还牵涉到 未来产业研发的能力 那么科学教育 要怎么教呢 怎么样才能培养出有创意的下一代 今天的独立特派员 我们要介绍您去参观 芬兰赫尔辛基的科学教育馆 看看芬兰人用什么样的设备和讲解方式 吸引学生在旌旗和校生当中 参与了科学实验 增长了科学知识 那台湾的小孩 也能有相同的体验和成长 来因应未来吗 记者周传九 郑仲宏的报道 走进芬兰科教馆不以大著称 但有各种启发科学素养的设备活动 每一样活动都为了引发好奇 从室内到户外非常多样 说明有亲和力 透过接触实作而理解 更重要的是 吸引小朋友愿意参与带动思考 我们影响学习学习学习的学习 当你发生自己的挑战 如果你成功愿意 然后你成功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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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成功愿意 整个生命 科教馆位在赫尔辛基市郊 名为Hurika 意思是从体验发现原理 在芬兰小学教育体制 许多学校会来这里上课 这是科技发展和学校教育的界面 多数设备自制 且与最新研究同步 占关主题尝试观念而非器物 现在的一部分是《速写》 《科技》 这部分是《速写》 《科技》和《车车》 这展示的展示是从澳大陆 原来在澳大陆 你想象光的栗子在外面绕 但是它的引力還不足以被它吸進去的時候 所以它會在外面形成一圈 一直繞的一直繞的圓圈 然後科學家就是藉由看到那一圈 那一光的圈在外面一直繞 才知道說那盤地庫還是黑洞 不然你想像所有東西都吸進去的時候 連罐都吸進去 它看不到任何東西啊 那你怎麼知道那個就叫黑洞 這裡很好玩 但絕不是像某些台灣學校 當成畢業旅行的一站 只有一兩小時到餐廳吃個飯就走 而是真正的結合教學 我們做他們的學校 所以他們可以做到自己的手 因為在學校通常是教授 人們只會看著 不是有趣的方式 但是是很充滿的 而且在學校的學校比較不一樣 拿去培養 既然是培養科學素養 從重視紀律開始 進實驗室穿實驗衣 學生和老師都有備而來 我們也工作很深刻 在所有的學校 和學校 在學校中 做一個新展示 比如說 我們做一個新展示 我們產生教育 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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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資料 資料 資料 試採用 資料 這裡 的 影片 中國 for the school visit here